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南京的天真二主要市场还淘汰车 就是这台19年上牌的19款1.5T的迷你酷爆经典派 这台车是美女车主他自己找的车员 价格也是他自己和车商谈的 两年的车一万多公里 刚刚我了解了一下这个车的价格是19.2拿下来的 也不算贵符合一个正常的市场行情 新车指导价是22.78的 现在购买新车的话塞楼店好多都没有现车 也没有优惠 加上装潢 固执税 保险的话都低25 6个 毕竟省9万块钱比赚9万块钱来的容易 真香啊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车 感觉里面光线不是特别好 这台车配了一个红外黑内的颜色 红色的迷你除了女孩子买的多一点 正常的话白色的比较畅销一直 整车的话只有右后叶子板有喷漆 右门有喷漆 然后这个轮面有个更换 没有板金 其他地方都是元气 看一下处境 175 221 145 击购买的七零八十七 八十四 教车拉开以后里面都没有任何问题 焊点比里外的焊点都是正常的 整车的玻璃都是原厂的 人态都是1904周的 也是原厂的 人态 来看一下mini的发动机上 这个是1 5t的三更发动机 b38a15a的机子 虽然是三缸的机子 怠速的时候稍微有点抖动 但是开起来的话还好 136匹的马力 匹配的一个七速试试光丽和变速箱 mini全系的车辆 前方有没有事故比较容易看得到 因为打开引擎盖以后 这个大梁梁头西能盒在这上面螺丝看得清清楚楚的 包括这边的水旋号件 看过来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的螺丝都是热常的 大灯的话 日期也比较明显 可以看得到 19年3月7号的大灯 发动机都没有动过了 机盖螺丝都是正常的 原厂的标签还在 展厅里面太暗了 一会把车开回去 在路上给大家讲一下这款车 目前标签公里说14749公里 查询微博记录 记录一次保养20年12月份 14680公里 跑了100多公里到现在 这个车是车商去年12月份收过来的 昨天呢4个月了 已经没卖掉 所以说也没有开机 读取了电动箱特技 电动箱是19年227号上场的 这个车是19年3月份的 都是正常的 电动箱的公里上 哥特拉克 不是踩压缩的打扎也剃了 这个电动箱是7速 这个方便回到了 当案已经剃完了 现在开车往回走 来说一下这台1.5T的三缸发动机开起来怎么样 都知道三缸发动机由于先天的设计问题 怠速的时候不如四缸机六缸机那么稳 但是真正开起来三缸机和四缸机的区别并不大 只能在怠速的时候才能感觉出来三缸发动机带来的车身走动 而且现在有的品牌厂商设计比较好的话 三缸发动机 抖动控制的特别小 现在在服务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款车 这样看的话这个红色又特别好看 特别鲜亮的一个红色 这台车前面是用的一个LED的大灯 之前的老款用的鲁素大灯 区分新款和老款从大灯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迷子锅漆 是后改的 轮武是原厂的黑色的 14年的小迷你改款以后 后面的尾灯都是对称的迷子漆 后备箱可以看一下不是特别大 正常的一个人呆布还是够用的 下面还有一个储物槽 这个盖板刚刚打开看里面的 看着 往后给你装上 采用的是一个比较个性的无矿成本 无矿成本 平时风噪会稍微大一点 因为它的封闭性不如有矿的车门封闭性好 内饰座椅采用的是一个皮固结合的 一圈都是织布的 中间是皮子的 如果选择全皮子的话 原厂是2000块钱 带了一个腿部 手动的 采用的也是一个电子档杆 它这个车机系统是和宝马一样的 但是下面的中控按键 和宝马是反着来的 如果经常开宝马的车主 开迷你的话要适应一下 开了一个全景天窗 是两段的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分开的 拉手的话想进入后排 从这后面直接拉开 就可以进入后排了 这个19款带了一个背架 后排坐起的话 如果前排空间身材不是特别大的话 后排还能坐下一个人 如果往后放一放的话 后面就比较挤了 尤其跑长出的情况下 就比较难受了 现在是怠速的状态 来看一下发动机的抖动问题 来看一下旁边的管路 抖动还是比较明显的 来看一下这个屏幕 因为今天的风也比较大 总体还是比较好的 车身没有太大的抖动 里面没有什么事 我觉得说简单的试验一下 他这个车不像有些车型 整体的车身都在抖动 包括车门了 因为我自己的第一台车是一台 11年的零木奥托 也是1.0的三个发动机 我那款车当时抖动特别明显 打开车门的时候 整个车身都是这样晃动的 那个车我开了4年时间 跑了7万多公里 后来卖掉了 中间也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不是说三缸发动机的车 质量问题不行 它就是由于先天设计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节约成本 一个排放要求 所以说没办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三缸机 会慢慢出来了 再教大家一下 迷你的螺丝怎么看 因为现在天气好 螺丝看的比较明显 大家在选过迷你的时候 大概看这几个位置就可以了 首先看到的是机盖螺丝 包括下面这都是没动过的 原厂的标签都还在 然后下来看这个简单座螺丝 也是没有拆过的 大灯螺丝 这就是前面的西能河 前面这个是前面的防转梁 螺丝看到一清二楚 大灯的日期在这个标签上面 可以看得到 中间的水箱框架螺丝 你知道这边的框架螺丝 包括前面的中网螺丝 都是正常的 你能看到这边的防转梁 这个就是前防转梁 中间西能河 后面是大梁 大梁上面的螺丝 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到 清清楚楚的 迷你这款车验尺特别简单 打开引擎盖 前面的螺丝 所有的都暴露在外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有没有拆过你能够 但是这里 京都车除外 马尔是尽量还是找一个 经验比较丰富的师傅 陪同一下 明明是一车空在旁边